你好欢迎收看11月17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主办的112年 台湾健康城市暨高龄友善城市奖 台湾县府经过三个阶段的平和 县府原民处一举荣获了健康城市组的城市伙伴奖 高龄友善组创新奖 而民政处以及长冰箱卫生所 则分别获得了健康城市健康平等奖 还有高龄友善火药奖 共获四项大奖 并在今天由县长饶庆林亲自率领县府团队 前往台北受奖 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主办的 112年台湾健康城市暨高龄友善城市奖 今天在张龙发基金会国际会议中心 进行颁奖典礼 县长饶庆林也亲自率县县府团队前往受奖 我们今年有342件出来比赛 哇那真的是想到就是经过三轮 那只有43件得奖 脱运不可足不容易 各位已经为我们建造一个健康 友善的环境立下一个好的典范 但是呢这是一条长期努力的路 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 这部分我们要持续的来做努力 经过三个阶段平和 最终结果出炉 台东由县府原民处一举荣获健康城市组 城市伙伴奖 高龄友善组创作奖 民政处及长冰箱卫生所 则分别获得健康城市健康平等奖 高龄友善火月奖 慌获四项大奖 我台东 我骄傲 我长冰 我骄傲 台东县政府表示 台东拥有健康自然的生活环境 以及独特的慢生活态度 未来县府团队将持续 以快思维高效率 营造台东有品味的生活质感 积极整合各局处资源 从健康 社会 环境及经济等多面向 打造全国第一健康 最高龄友善的典范城市 记者杨子轩 台东市报道